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了这部剧的两位主演 孔吹男 黄丽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孔吹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丽德 孔吹男现在是不是已经跟安子彦画上等号了 因为我之前在准备流程的时候就经常搞混 没有 没有 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如果大家认就是大家认可你的角色 觉得你是就是把这个人物形象刻画的很深入 对 那只能说我演技好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会不会觉得受到限制 就是以后可能啊 我以后只能演这种霸道总裁的角色 对 所以也要去尝试其他的角色 你最想尝试什么角色 最想尝试啊 对 嗯 比较喜欢演那种比较落魄的 落魄 对 就是跟跟跟现在完全反差 比较颓废的那种 就是演我 演你 哈哈哈 黄磊阁那你你的女性粉丝多还是孔雀男的女性粉丝多 应该他的多吧 为什么 因为我在剧中是一个萌萌哒的 那么其实应该你的更多吗 不不不不不不 应该就因为现在的女粉丝都喜欢这种霸道总裁就酷炫吊炸天那种 是不是 会介意吗会吃葱吗 不吃葱 因为 我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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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二次合作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嗯 哪方面啊 就是你像你们第一次合作 应该是比较在摸索的这个阶段吧 那第二次现在又合作 没有我们第一步就直接到位了 哈哈哈 好吧 那拍这部电影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 就是让自己觉得进步了 然后 嗯 也让自己反正学的学到了很多 因为我们第二步 然后之前我们也没有跟就是外面这么多演员 然后还有那些比较有名的演员 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演他妈妈的就是画界演员出身的 就功底特别好的一些演员跟他们打过戏 打过戏之后觉得自己就是也被带下来了 所以觉得还是挺好的对自己 那哥哥呢 嗯 嗯 就一直都是always比较好是吧 嗯 那个 啊 你个啥问题 哈哈哈 就是拍电影对你来说 你刚才是在放空 不是 我刚才听到你那女仪说的话 忘了 问题就忘了 再说一下 就是拍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有什么收获 收获 哦 对 收获就是那个 男女痛吃了 呃 可能你不理解啊 就是说就是 就是 我觉得观众应该也不会理解 啊 就是那个就是就是粉丝中就是男女的就是比例其实就是没有太失调就是也吸引了好多粉丝 是不是我俩认识还是合作 还是合作 你们是之前认识的 对我们认识很久了 嗯 那你们两个觉得自己是有默契的吗 就是越来越有默契 越来越有默契 那我们现在进行一次默契大考验好不好 哈哈 这个会被打自己的脸 哈哈 我之前啊之前在那个开始之前我让他们两个做了两张问卷 然后他们在接受问卷的时候就放话说 奥西奥特迪的我不会写写他的我会写 也就是就是很很狂妄啊 那我现在要问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是问格格 我 哦 孔锤男最喜欢的颜色是 最喜欢的颜色 对 嗯 黑色吧 答对了 最喜欢的歌手 最喜欢的歌手 男女的呀 都算啊 最喜欢的歌手 啊 那就是 GD 最喜欢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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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不能有提示啊 这个这个这个我可以给一点小提示就是咱俩有 我因为我写了好好几个然后我们两个有应该有一个共同 共同的 共同 嗯 这种城市是国内的吗 嗯 哦我说几个可以吗 我说说几个 可以可以如果如果如果说对了的话就算对 嗯比如说 什么三亚呀台湾呀 台湾呀 台湾是城市吗 台湾 是什么 哦台北 对 还有吗 他写台北了吧 嗯 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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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写几个呀 我就写两个 哈哈哈哈 这个才能一个呢 三亚的台湾是什么 还有吗 加点最后一次机会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嗯 给你提示吧 哦 打脸了 哈哈哈 嗯 还过了吧 我无所的 那 那 孔希亚的身高 183 他有什么特殊的小屁号 小屁号 这个应该猜不到 因为我自己都是瞎子 哈哈哈哈 他就写的说这个问题很难 那你猜一下吧 我猜一下 猜一下 特殊小屁号 小屁号 这个小屁号 这个小屁号 这个我还 这个我真不找他啊 他自己也就是也说这个问题很难 那口头禅呢 口头禅 口头禅的话就是 这可能会有所区别 因为他自己那个 我没写这个 你没写 你没写 你没写啊 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的口头 你告诉他他的口头感是什么 就是在我 在我这边听来的话就是就是说 哎 哈哈哈哈 哎什么 就是 哎 什么 哎天蕾 哎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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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爱艳 好吧 大家承认吗 嗯 我这么化牢吗 哈哈 好啦他其实前呃 呃 第一个问题是黑色这一地 然后喜欢的城市是台北和北京 啊 身高183 他特殊的小笔号写的是把支架修得很齐 嗯 这个但是怎么说这算是答呃 答对了三个半吧 嗯 三个半但是因为最后两个问题 确实因为他本人也不是很清楚哈 嗯 算是默契度百分之多少 七十 他最后一个算是保护补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这种默契应该是超过了一切的这种 哈哈 好那问一下 考验一下孔春 嗯 那完了我里面大部分我都不知道 是吗 啊我们的问题这么难吗 就因为我自己也没考虑过这些东西 那个黄里格最喜欢的国家 最喜欢的国家 韩国 最喜欢吃什么 这是是等会是一个范范范范范范范 肉 最喜欢的演员 啊等会 他最喜欢吃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还有点就是 嗯 他比较他比如说有菜和饭的话 他会比较喜欢吃饭 他饭会吃的比较多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 最后确定的米饭是吗 最喜欢的演员 最喜欢的 可以给你提示吗 不要 最喜欢的演员 对 我们是甜白的 那个彭雁 对 在家里爸爸妈妈是怎么称呼的 儿子狼 这个我不知道 哈哈 没有去过家 告诉各位自己没有去过家里 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 最害怕 嗯 成龙了 成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想对于云南说的一句话 哈哈哈哈哈哈 最想对我们说那句话 根本就消脸了 哈哈哈哈 这个我不知道 应该是吧 嗯 你只答对了一个 哈哈哈哈 不是他只有两个 他后来自己临时改了 对 就是那个吃肉的那个 肉 刚才吃肉 对吃肉 那改了说明就是不确定吗 所以说你们怎么了解 但其实那个 其实比比起肉的话 我不喜欢吃饭 但刚才没想到饭 哎 这是为了他要马上把自己的问题改变 我打自己了 我是按照实际情况 他可能自己想 可能 可能实物他没有想过 但是他其实 但是他真正的他去执行的话 还是吃饭 对 好 黄里格的这个问题 是最喜欢的国家 美国最喜欢吃肉 最喜欢的演员是朋友 他当时写的时候 我没有看清我 当时第一眼看了 我以为他最喜欢的演员是安子燕 哈哈哈哈 在家里爸爸妈妈称他里格 最害怕孤独 最想对孔春档说的一句话 你自己说吧 你是我的孩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能停一下吗 哈哈哈哈 我们先私聊一下 对这个 刚才有些问题我自己都没想过 所以 对那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 我也接不下去 我本来想说相对来说 他们还是很有默契 但是这个 事实就摆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节目 接下来将会变得非常的残暴 残忍 残不忍度 好啦 我们在准备这个专访的时候 让我们那个不录队的小编 在网上有一个提问 就是大家最想问他们的问题 或者是最想看他们在现场做什么事情 然后小编在发布一个小时之后 直接把链接发给了我 然后我看了这个链接一眼 我就翻了一个百元 你们的问题也是太多 所以现在我就 我把自己的这个访谈的时间让出来 就尽量的能够多多的满足你们 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也不可能把所有人的问题都问到 我自己那样看 我们网友真的是好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们秀恩爱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过 陈萌萌一个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导演 你们知道什么是心理阴影面积 我知道 对因为我之前采访过CP 就是好多人在网络上就 就在网上就问问 我的心理阴影面积是多少 然后其实我现在我就特别想 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面积 因为我们没有留下心理阴影 如果他们自己认你的话 我祝他们百年好和 好吧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你们两个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还是经常混着穿 你说混着穿吧 就是 就是如果要是看见我们俩穿一样 基本上是混着穿的比较多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反正我是觉得 就总觉得别人东西是好的 哈哈哈 那你们的衣服一般都是穿谁的 还是互相都有 互相都有 就比如说 嗯就比如说那个出去 就比如说今天要睡打球 然后我没有搬袖了 我说拿点搬袖穿 所以是住在一起吗 就是 就是 就是忙的时候我们社会住在一起 就是 就是拍戏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会有就是一样的衣服 但是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一样的衣服都是不同颜色的 就是感觉就像CP款 就可能我是白的 他是黑的 或者他是黑的 我是白的 就是你只要是出现是 我们不会有同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是有的话就是 就是好傻 哈哈哈 那私下给对方的称呼是什么 嗯 你这儿子 哈哈哈 你现在开始报复了 对不对 我我的是儿子 你上次已经被陈锋发过微博了 黄狗 啊 相信什么叫黄狗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黄狗你起床了吗 黄狗完啊 开心吗 不开心 不开心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哦 你们真的很感恩 我觉得我觉得你们的经历可以先去上一瞬间啊 就是 咳咳咳 有没有一瞬间喜欢过对方 不细了 哈哈哈 不细了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在问 嗯 怎么一瞬间 一瞬间 不是说那个就是什么喜不喜欢对方这种问题 就有没有一瞬间是喜欢过对方 应该说那种感觉应该是 比较 我觉得是你们的多 对 对 就是 投入进来的时候 可能是用心去爱 对对对对对对 在戏面的话就有的时候觉得 诶 就是可能就这个 就是两个人在投入感情去演的时候 就感觉内唱那 诶对对方 哎呦 不错 就是可是 比如说这个角度 的确蛮蛮男神的 或者这个角度也这样 那体确比较动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剧中的时候 投入感情的时候 是有非常自然的 对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参加这个不入度的专算 9月25日不仅是这部电影的这个上映的日期 同时也是这部电影就是它的全球首映里的这个日子 感谢一下今天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看场地的花田小气 花田小气是植物美学生活方式的倡导者 每天分享关于植物美学的纯干货 更多的原创视频我们可以下载花田小气APP 同时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花田小气的服务号 也可以参与步动调剑 他们这边比较帅的小编 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 9月25日 类似爱情会在网络上以付费的形式播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这个题材的电影贡献自己的力量 给我们的这个导演以及诸位主创 给他们的劳动成果予以肯定 作为只有我知的独家同志合作媒体 不录的以及其官方的微博微信 也会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只有我知的精彩内容 那今天我跟不录的专访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